这个行业里面有三个什么 三个什么 随飞马董 三个秘诀 要不要知道这个行业的秘诀 这行业有三个秘诀 它在讲我们一个人的态度 你的态度对 你这个行业就好容易走 刚才我讲的 你要整个组织很整齐 需不需望 很整齐很有素质 形象很好 知识很好 需不需望 希望每个人都希望的 那么怎么办 第一个 你要先搞定自己 再搞定别人 你要整天要求别人 你要会谈OBB 我告诉你 你OBB要谈得很好 自己谈得烂掉了死 是吗 整天要求别人谈 整天要求别人谈 MTO很重要 你一定要上来谈 自己本身不会谈 是不是 你要搞定别人之前 你一定要先搞定自己 为什么 因为这个行业 是组织销售 当一牵涉到组织 牵涉到人 每一个人在做的人 都是领导人 你必须要去领导一个人 那么当你领导一个人的时候 只有四个字 就是要以身作则 是不是 你要越强越强 你要以身作则 你不要跟我讲说 哇 这个人 这个人进来 爆了啊 这个人进来 第二个楼庆珠 我跟你讲 楼庆珠 你拿楼庆珠来比 你又知道楼庆珠是怎样的 对不对啊 我们说 没有这样强的人啊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人 就算他真的是 他也不要跟你啊 是不是啊 你是谁 最重要的 有能力的人 通常想跟能力的人啊 你一定要有一点点的东西 你一定要有一点点的内涵 我跟你讲 什么叫强 我的 看强的看法 是什么 我给他一个这个 一张楼庆珠就好了 他可以开发一个新的市场 有看过这样的人吗 Kenny Wong就是这样的人 我给他一张楼庆珠 他够了 他够了 他就可以 他一张楼庆珠就够了 就可以 哇 一下子很多人了 掌声一下啦 我给很多 前拍的很多都是这样 有些人跟我讲 哇 这个人很强 还来而已 他说 你的公司在这边几十开啊 没有公司怎么做啊 你这个有没有 那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那个有没有 他们要求这么多 你要求这么多 我还需要你吗 对吗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了 是不是啊 什么都有 什么工具都有的话 那也算强 你就是什么都没有 单靠一干嘴巴就可以 我宣伙Simon Wong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拿白纸跟他谈伯爹的 真的 Bosher都没有 是吗 重点就是 你不用等到 所有的东西都有的 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时候 你也没有什么精彩的故事 跟人家讲 是不是啊 人家一张Bosher可以打天下 他故事多精彩 是吧 你可以想象他经得起多少打击和挫折 还有拒绝 人家鬼相信啊 多少多少的怀疑啊 对不对啊 别人 他都要卖自己多厉害 销售自己才可以啊 我拿给Claudia 搞定 马上搞定的 不要说这个拿给他 我拿大贝给他都卖得出啊 他 大贝都变成香的 真的很厉害的 这种人才叫强 是不是啊 他不需要什么名头 什么名弦 这种都是假的 真的就是 你只要把你丢在一个市场 一个人 你没有认识一个人 你什么鬼都没有 你大概只是听过 你就这样卖了 那个就厉害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定位成这样强的人 把自己搞定了 那么你自然什么人都可以搞定 当有工具 有会议 有什么东西的配合的时候 你就如虎添翼嘛 是吗 你自己不是老虎的老鼠一只 我给你翅膀都没用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自己本身必须要是一个 可以的人 所以你必须要把自己端点到这样的人 你必须要先搞定自己 你要以身作则 你要越强越强 那么自然的 很自然而然的你的组织打 是吧 你不要叮咚突然间想要找一个能力很强的 丢谁的 哇 咚 它爆了 哇 你成功 有没有这样的成功的方法 有没有这样不劳而获的事情的世界上 如果有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穷人 是不是啊 重点是 这个世界上不但有穷人 而且很多 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的 你叫一个强的人进来 你必须要更强 你必须要更以身作则 所以你要先搞定自己 再搞定别人 不要整天要求别人这样做 你自己本身去做 你做给他看 他看不到 你再做 他看不到 再做 做到他感动为止 做到他敢去做为止 是不是啊 我是在讲你 我不是在讲你的上限 不要整天人家讲说 上限 Dr. Lim讲哈 你要做给我看 所以没有后悔来MTO现在 先搞定自己先 可以吗 不要整天要求别人 我说要求别人 要求下限 包括要求上限 是不是啊 我上限最好是被 我上限永远都是被保护住的 如果我有上限 被保护的 包装的好像神这样 他好像神这样 我一有机会 叫他讲两句话就过了 叮咚一下 哇他是神啊 讲两句话 是什么都对的 是不是啊 然后他就跟我收起来 保持距离 对啊 然后偶尔 需要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出来讲两句 那又收起来 是不是啊 要被保护了 不要整天滥用 咽咽咽咽 然后自己什么都不会 然后滥用到 滥用上限 什么姿态都没有 结果你自己做的要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行业 永远都是自己的 今天游戏 营是自己的 你要记得 上限我永远都是保护的 拿来金的 拿来争取他的友谊的 请他喝咖啡了 给他信心的 是不是啊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因为这个行业是复制的 是吗 对 你的人看了 他就觉得这是对的嘛 他是身交嘛 你再做出来嘛 你要上限越糟糕越好 对吗 为什么 因为我更多故事讲更精彩嘛 是吗 所以你要先搞定自己先 再去搞替别人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不要指责 你看我上限 你看 你看我上限 当你指责你上限的时候 你看啊 三个手指来指自己 是吗 你就要问回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怎样的下限 当你指责你的下限 你就要问回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怎样的上限 当你指责你的老婆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怎样的老公 当你指责你的孩子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怎样的父亲 当你指责你的父亲 你要问你自己本身 你是一个怎样的孩子 所以每个时刻 老天就是这样设计 我那种 对吗 三只手指指挥自己 我们要每个时刻去反省 每个时刻 先从自己本身开始 那么自然而然 你会成长 有成长肯定会成功 好 下一个 你怎样对待这个生意 这个生意就怎样对待你 你怎样对待这个生意 这个生意就怎样对待你 你对待这个生意 你想要丢谁 中一个David Yeo 还有丢谁 中一个Jolie 我刚刚我转过去看到Jolie 看到Jolie一种墙的 我跟你讲 这个生意就会 整天给你丢谁一下 没有给你很长期的收入 对不对 你混水墨鱼 你想要混水墨鱼 它就会混水墨鱼地对待你 所以永远都是 每一个行业 刚刚开始我就讲了 每一个行业 怎样的人才会赚钱 专业的人才会赚钱 什么行业 混水墨鱼的人赚钱的 介绍一下给我 有没有这样的 有我都想做了 是不是啊 全部都是专业的 重点就是 每一个行业到最后的结果 是不一样的 这个行业的结果 是让我得到 刚才我一开始就讲的 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 对待这个生意要很认真 怎么认真法 等一下我会讲 第三 做你能控制的 不要去想你不能控制的 做你能控制的 不要去想你不能控制的 你要看好好每一个字 他说你要去做 你能控制的 要去做 然后不能控制的 你连想都不要去想 想都不要去想 看好了没有 看到这里 比如说 那天我在我们的一个培训会 这个培训会 这个赢在Reway的培训会 有看吗 有 真的一流 他解决太多的问题 各个方面的包包好给你 你一定要很彻底的了解 里面的东西 你要看一百次一万次 真的 这个很好 我在这一场里面讲过一句话 我自己都觉得很了不起 真的 我自己看了我都 哇 很了不起耶 真的 那天我在车上看的时候 我在随着车忘记了 那我讲这句话 现在转变重复一下 我说 我们要了解组织的真相 对不对啊 我们要知道真相是什么 假相是什么 比如说今天发生这样一件事情 我们对面开了一家 另外一家公司 叫Sedway 那么 他卖的产品跟我们很相似 制度比我们好一点 不过很难啊 老实讲真的 肯定死定 不过不用紧 我们讲可能 然后哇 找到很多很多的人才 然后大规模要设计 要来抢Reway的人 你知道我会怎样吗 然后我讲说 我讲这句话 不是今天很嚣张才讲这种鸟话 不是的 是我第一天 开始Reway的时候 甚至在还没开始Reway 我还见组织的时候 我说Reway 没有多过五个人 我有人见证的 那个时候真的 当有人来拉的时候 我就 我开着大门 如果那个时候有门 我开着大门 然后站一边 拉 我讲拉 为什么 因为这些 我真的很难控制 对不对啊 我很难控制 我不可能每天站在大门门口 你不可以拉啊 你拉我打你啊 我不可以的 他们可以从后面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啊 所以我不能控制的 我唯一能控制的就是 我在建这个组织的时候 我到底放了一些什么东西 在这个组织里面 我到底怎样为这个组织牺牲 我到底做了些什么东西 让这些组织想跟我们Reway 这才是真相 是不是啊 这些是我能做的 然后我几次才知道 我这个组织是对的 当有问题来的时候 是不是啊 就这种东西来的时候 我就会赶快赶快 赶快拉 赶快拉 一拉走的 我就知道剩下的是对的嘛 是不是啊 对 而且我不但给他拉 他拉走了 我还要感谢他 Thank you very much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今天你的屋子很肮脏 有一个人拿一把扫把吸尘机 去到你家 帮你扫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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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到干干净净耶 你要感谢他吗 要 你要感谢他 你看这个就是真相 很多人活在假象里面 老板 那个人拉我的人你懂吗 他拉你的人 他怎样拉你的人 我贪过了 然后他们从后面 这样这样这样 好啦 我帮你拉回来了 给你 你那个人要跟你吗 他也不要做 搞不好 是不是啊 那个不是真的 为什么这个人要跟你 为什么 对不对啊 你要放一些原定进去 为什么 因为你肯为他牺牲 因为他知道跟你会成功 他知道你比他还要强 是不是啊 他知道你不会带他去荷兰 你要给他很多原因吗 你就成为这样的人 是不是啊 对 他整天在那边 想要别的东西 外来因素来保护你 是 我们公司必须要保护 所有人的权利 这个是我们会做的 这是我们会做的 我们已经在做 我们每次都在做 我们一定要做 不过有时候这种 黑白灰色地带的东西 我们怎么做 那个就要靠你自己本身 是不是啊 靠你自己本身 什么 就要看你 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很暂时的利益 还是 很长远的 你到底要成为一个 怎样的人 你到底要成为一个组织 是不是啊 还是假的 哇 很多人 哇哇哇哇 一点点风暴会 整个组织死掉的 你要这样的吗 你不要这样的 你要的是真相 各位 这个才是你的根 很多人讲 做直下没有根了 所有的东西都是建立在公司上 公司死我就死 是吗 你要这样看这里也是可以 不过我是觉得 谁说公司死 你的组织就要死 谁讲的 不一定哦 不一定 我做过这样的组织 当什么都没有了 还是有人坐在那边等 我说做这个 全部就做这个 你相信吗 相信 你要成为这样的人 是不是啊 那个就是你的根 那个就是你哦 你要这样的真相 这些都是你能控制的 因为一些外来因素 你没办法控制的 比如说 现在存在了一个问题 也就有利益这样的公司 敢在台上讲 比如说市场上有很多便利货 有没有 他卖便利啊 这个卖便利啊 控制得了吗 控制得了 我公司控制得了 不过你控制得了吗 你控制不了嘛 是吗 这个公司会去做嘛 我们会去抓 我们会怎样 我们会找外面的人抓嘛 是吗 我们尽量把这个市场弄成公平 这个你就要相信了 不过他有没有可能这样 就解决了 他需要时间 是不是啊 今天我鬼知道他忽然间放在网络上 啵一个 每个人就问我 老板怎么办 奇怪关你批事啊 他放上去 你的顾客全部跑到完啊 全部的顾客每天在网上那边等啊 不是的嘛 我告诉你们 没有一家公司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算不错了 老实讲 你懂我们做了多少了吗 我们做了五亿多星饼 比较起 一个别的公司 五百千就死了 是不是啊 五百千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啊 我们五亿多才这样而已哦 已经控制得很好了 我们要懂得珍惜先 这是第一 当然 我这样讲 不代表说我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对我们的要求 比你们想象中的还高 不过 暂时 这个时候 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了 你可以控制的就是 你去找更多的人 我做过这么多年指销 我做过一家指销公司 美容产品 今天我的店在这里 隔两间有一家美容院 排着我们公司的产品 放在玻璃上面 40% discount 隔两间 公司也不去处理 我的生意照做 照大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注意的嘛 产品要教育的嘛 我有我的服务的嘛 对吗 我需要去跟顾客查脸的嘛 他们不需要嘛 他们不会嘛 我的顾客也没有经过那条街啦 我这么多顾客 你可以有多少顾客 对不对啊 很多人放上去 怎么做 还没有影响到他哦 他就讲 哎 有了 有人缘耶 他就被影响了 他就停顿了 我要问你 是你停顿还是公司停顿 公司照走 是不是啊 你自己弄你自己停顿 因为你在想东西 你不能控制的 是不是啊 因为这些东西都需要时间了 这样明目张胆 我们网络还是 组织还是照大 所以这些东西 是我们去做 我们能够控制的 我找更多的人 我去解释给他听 我不只是讲产品 我要讲他背后的 这样的一个商机 我要很厉害 讲我的制度 我要很厉害 给他制造商机 后面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影响他来做 而不是他说 哎 那个人扣过来扣过来 其实我跟他讲这个商机的话 他可以扣更多 是不是啊 对 他不然可以扣更多 每次都免费的 有没有可能啊 有 还不是更好 是不是 你们不懂的 怎么样去解释 是不是啊 你们不懂的 plan是什么 自己都不懂 人家觉得 哎 你看 你看那个 他这边停顿 谁停顿 你停顿 是不是啊 我们照走啊 我们照走啊 我们照做 我们应该 我们可以控制的东西 所以做你能控制的 不要去想你不能控制的 好不好 好 因为停顿的人是谁 是你 我不是在找借口 我有在做 我有在做 而且很快 好 不要给我抓到 好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啊